今天早饭你吃了啥 我做了大米米浆红糖煎饼 还不错和你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一不下厨就梦得慌的毛毛 200克左右的平时做饭的普通大米 洗净 加水浸泡3小时以上或者过夜 泡好的大米滤掉水分 手指一掐就断 倒入搅拌机中 泡完后的大米总约266克 加入120克的水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在开始的时候 200克的大米 记得要算上西米粘上的水的重量 加180克的水浸泡 加入5克的白砂糖和2克酵母 打成米浆 没有破壁机也没有关系 我今天用的就是普通的搅拌机 破壁机太大的话反而损耗多 打好的米浆倒入碗中盖上保鲜膜 开始发酵 可以室温发酵 也可以冰箱冷藏过夜发酵 室温发酵 我加温度22度 需要一个百小时左右 米浆的发酵 再次借证了酵母爱大米 满满的气体 用筷子搅拌去掉气泡 做大米的东西 我比较喜欢把它发的稍微过一点 会更加浓郁 米浆筷子挑起来 可以段段续续成蟹的 如果冷藏发酵 记得要在室温放子30分钟 火化酵母 然后过夜没有问题 锅中放油 倒入米浆 大小自己冻 抓一圈突平 稍稍凝固 撒上古早红糖 对折 盖盖子焖一两分钟 翻个面 两面都上色就可以了 200克的大米可以做 3张8寸大的米浆煎饼 切成小块 配碗热粥 这份找饭 我真的可以吃一辈子 它的口感是Q弹又嚼劲的 嫩性比较足 外加大米发酵的那种香味 喜欢大米美食的你 还等什么呢 一定快去泡上一杯大米吧 相信你也会喜欢 里面的红糖可以换成花生酱 芝麻酱 麻酱都是可以的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有问题的话记得在底下留言 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个点赞和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一定会继续推出更好更多的该货视频 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 拜拜 拜拜